还记得我们上一期的主角3DFX吗? 在90年代 3DFX曾经凭借Voodoo加速卡称霸了3D游戏 1997年的Voodoo 2 更是将这一家刚成立三年的硅谷猩猩推上了巅峰 并于同一年在纳斯达克上市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一个3D显卡巨头就这样诞生了 在此之后 3DFX再接再厉 经过了三年的历练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 死了 哇哦 那么问题来了 3DFX是如何在音沟里翻船的呢? 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音伟达 又是如何接过这头把交椅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这段匪夷所思的历史 90年代初 三位SGI的工程师追随梦想创办了3DFX 但与此同时 另外三位怀揣梦想的同学也跑出来自己创业了 那不用我多说看到左边这个皮衣男你们也知道说的是哪家公司了吧? 1993年创办音伟达的时候 老黄才刚从斯坦福毕业两年 按照他的说法 英伟达是他给自己的30岁生日礼物 不过这个生日礼物差点就把老黄给害死了 因为他们的头两个产品结局并不是很好啊 1995年 英伟达的第一款产品NVE登场了 老黄的野心是非常大呀 他一开始就要做最大最全最整合的游戏方案 所以他们往NVE塞了好多东西 这张卡的不仅是3D加速卡 它也集成了2D显卡 甚至还集成了声卡和手柄控制单元 只用一张卡就搞定所有的游戏需求 我去 英伟达那个时候只是个初创公司呢 一上来就搞这么一个大玩意儿 一切都是从零做起 不管怎么说 这个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 而且真的给它做出来了 也说明技术上是过关的 只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 这个方案在商业上是很危险的 你看啊 你把这么多的功能塞进一张显卡里 成本怎么办呀 NVE最终的售价高达399美元 在当时是其他同类产品的两倍啊 如果成本下不来 价格下不来 又有谁会买你的显卡呢 还有咱们今天玩游戏 画面都是有无数的三角形 多边形构成的 如果你玩过一些稍早期的3D游戏 肯定能理解我的意思 但是在1995年 还从来没有人立过规矩说 一定要绘制三角形 所以NVE就另辟西径给他们的芯片 搞了一个二次材贴图技术 或者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方形绘图 游戏里的一切都是由方形绘制成的 根据NVE的说法 这么做可以用更少资源来生成球形物体 进而提高了性能 然而就是这样的非主流设计 导致它既不支持OpenGL 也不支持后来的DirectX 因为这些标准都要求使用三角形来绘图 没有了API的支持 自然也没有厂商愿意给NVE开发游戏了 不过还好NVE遇到了一个神队友 世家 世家非常看好NVE的显示技术 毕竟NVE的硬伤放在游戏机上好像都没关系嘛 游戏机有自己的API不需要支持OpenGL 而且NVE集成2D和深卡的做法也很适合游戏机 所以说世家就要求调整NVE架构 并还用在土星游戏机上 最终世家就成了NVE芯片最大客户了 此外世家也同意把土星上的独占游戏移植到NVE显卡上运行 并且也给NVE提供了世家手柄的支持 因此NVE至少也有SS上经典的VR战士、世家拉利、索尼克R这些游戏可以玩了 有了第一次合作之后 世家又找到了NVE 希望他们来做下一代主机Dreamcast的显示芯片 对于NVE来说这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 所以老黄就屁颠屁颠地跑去帮世家开发芯片了 代号NVE2 但是很可惜 NVE并没有抓住世家的这个机会 把DC的单子给搞砸了 在开发NVE2的时候 公司的CTO Curtis Prime坚持要求用方形绘图 但是世家方面希望换用传统的三角形绘图 当时世家的传奇制作人林某玉 和世家美国去的大佬还专门去找NVE理论 因为上一代土星用的就是方形绘图 结果开发游戏的时候暴露了很多的缺陷 方形绘图会把很多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比如就连碰撞检测这种最基本的功能都很难实现 这会大大的增加游戏开发难度 然而NVE并没有把世家的话当回事 他们坚持基于方形绘图开发了NVE2 大家也知道日本公司是很看重规矩和面子的 NVE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最终激怒了世家日本本部 双方的合作就这样搞垂了 NVE2的失败让本来就混得不怎么样的NVE能受了更大损失 在公司几乎要破产的情况下 老黄痛定思痛 从古墓里影的制作组Crystal Dynamic那边挖来了软件工程师David Kirk 作为英伟达的熟悉科学家 老黄终于意识到了 只有明白了软件的需求才能真正的做好硬件 另一方面 世家在NVE2的合作中给了700万美元资主开发 尽管最后项目告吹了 但是世家并没有问NVE要回这笔钱 这700万美元就成了NVE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要是没有这笔钱的话 就凭当时的状态 老黄真的不一定能坚持下去 所以今天的PC玩家 你们还是得感谢世家这么一个主机圈的大佬 经历了两次失败之后 NVE背水一战 在1997年打造出了全新的NVE3芯片 也就是Riva 128 这次NVE完全摒弃了之前的方形绘图 转而使用了三角形绘图 并且NVE也非常实相地提供了OpenGL和DirectX这些主流API的支持 终于乖乖做人的NVE取得了一些进展 尽管这张Riva 128在性能上打不过如日中天的Voodoo 但是它的兼容性更好 而且还集成了不错的2D芯片 最重要的是价格非常合理 在当年如果你要组一台Voodoo的机器 你不光要花300美元买Voodoo卡 你还要额外掏钱买2D卡 而Riva 128只需要200美元 就可以同时搞定2D和3D 真的是很划算呀 NVE也凭借这张性价比之王 在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功 不过真正改变了NVE 甚至改变了显卡的 是接下来的几个产品 1998年Voodoo 2诞生了 不仅性能暴增还支持SLI这样的骚操作 但同样在1998年老黄也放出了它的杀手锏TNT TNT的目标只有一个 炸死Voodoo 2 为此TNT相比Riva 128 像素管线直接从一根增加到两根 性能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TNT也加入了32位色声的支持 相比同期只支持16位色的Voodoo 2 那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而且营销上大家也看到了 NVE起了TNT这样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一方面这是Train Texel 双像素管线的缩写 另一方面TNT也预示着这张卡 爆炸的性能 老黄本来预计TNT的性能 足以把Voodoo 2炸到志愿心上去 但是它又一次翻车了 TNT卡如其名 但不是性能爆炸 而是温度爆炸 没办法 制程实在不给力 无奈之下 TNT就只好降低频率 最终的性能也不过是和Voodoo 2互有胜负吧 在我看来 1998年可以做到和Voodoo 2平起平坐的性能 对于英伟达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只可惜当时的PC游戏3DFX掀起了一股Glide API的热潮 以至于很多发烧友为了玩Glide游戏 依然愿意花高价选择Voodoo 就好像你今天心甘情愿的被NV多收一笔钱 买一个光线追踪一样 在这种背景之下 TNT的表现并没有一鸣惊人 但好在NV的渠道做得还不错 老黄和各大OEM厂商 板卡厂商混得还可以 在各大厂商的帮忙之下 NV也算是扭亏为盈 继续攒大招了 TNT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是驱动 当时的TNT在英特尔平台上有很不错的表现 但到了AMD平台就出现了很严重的性能问题 于是老黄和团队做出了显卡史上第一个有名的驱动程序 雷管驱动 在此之前驱动程序向来都不是显卡厂商关注的焦点 但在雷管驱动的加持下 TNT不仅解决了AMD平台和各种主板的兼容性问题 更是将性能大幅提升了30% 30%啊! 想象一下如果今天英伟达给1080Ti发布一个驱动 直接优化成2080Ti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都想跑去给老黄送一面锦旗了 雷管第一次让玩家看到了显卡驱动的重要性 NV也慢慢成为了以驱动建成的显卡厂商 一边是年纪轻轻就当上头牌的3DFX 另一边是卧星长男后来居上的NV 本来应该演变为两强争霸 争锋相对的故事 却因为接下来几件匪夷所思的事而完全没有了悬念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的世家吗? 世家在放弃了NV2后转投了3DFX 希望在Dreamcast里使用Voodoo的芯片 这个对于3DFX来说简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当时3DFX的技术相比NV也更加成熟一些 双方也是情投意合 合同都已经签好了 然而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7年3DFX在纳斯达克上市 作为上市的必要条件 证监会要求将公司的重要信息对外公示 3DFX也非常老实地把他们的各种文件公示了出来 这其中就包括了世家新游戏机的详细参数 完了 世家这份合同那是机密合同 3DFX这一公示就是违反了NDA 世家自然也不可能继续合作下去 转而投入了另外一位竞争对手 Power VR的怀抱 你看世家这个叫吃一欠长一智 因为在放弃了NV的方案之后 他们同时安排了两个团队搞竞赛 分别给Dreamcast设计芯片 看看哪个团队设计得更好 日本团队找上的是Power VR 而美国团队找的是3DFX了 由于3DFX的技术实力更强 性能比起Power VR的方案也是更强的 所以如果没出事的话 3DFX绝对是世家首选的方案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 这两个团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他们都以为自己拿的是铁饭碗 所以当世家宣布换用Power VR方案的时候 3DFX也气疯了 他们没料到世家会留这么一手 伴随着股价暴跌 两家公司最终走向法庭对簿公堂 3DFX也就此开始了堕落之路 但这只是3DFX第一种罪 1998年3DFX做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决定 收购当时的一线版卡厂商STB 并决定抛弃其他版卡厂商 收回芯片授权 自己造显卡 他们初衷是想完全掌控自家显卡的质量 并且提高利润 但这个决定惹怒了业界所有的大佬 蒂蒙 阿尔莎 创新 技嘉 这些当年的显卡大厂 纷纷转头隔壁NV的怀抱 帮忙去造天梯去啦 你说这3DFX胆子也是真够大的 居然干坑板卡厂商啊 这种事情也只有垄断企业才干得出来 当年的3DFX显然是高估自己在业内的地位了 尽管Voodoo在市场上占有率很高 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做到垄断呀 因为Voodoo只做高端 产品线太单一了 市场上充斥着大大小小各种其他品牌 填补着从低端到高端的显卡空缺 3DFX看似活着滋润 但实际上已经是危机四伏了 除了失去板卡厂商的支持之外呢 吞并这件事情本身也有很严重的副作用 3DFX是一家年轻的 由技术驱动的创新公司 而STB这一家墨西哥的板卡厂相对来说就比较注重运营 更加求稳一些 两家公司连理念都不一样 兼并之后不管是公司文化还是管理都非常混乱 这就严重影响到了产品的开发效率 最终这个决定给3DFX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家图形巨头进一步的滑向深渊 这是第二宗罪啊 接下来的第三宗罪是3DFX的产品本身 而第四宗罪就是我们的对手英伟达 所以我们接着之前聊到TNT 来说一说接下来的两枪争斗 NV这一边在吵闹了TNT的甜头之后 再接再厉 于1999年初推出了续作TNT2 和之前小打小闹的TNT不一样 TNT2这张卡真的搞出了一个大新闻啊 首先老黄这一次是高中低端全面进发 基于NV5芯片推出了一大堆型号 高端是高屏完整版的TNT2 Ultra 中端降一点屏做成了普通版的TNT2 低端再把128位的显存阉割到64位 做出了TNT2 M64 当时的很多品牌机就搭载了64位的低端TNT2 而消费者大多数又搞不清楚其中的区别 他们只知道TNT2的机器卖得很便宜 你看这个英伟达真的是个营销鬼才 用这高端的名声来推销低端货 这一招效果非常好 于是正如大家熟悉的那样 阉割大法被英伟达沿用至今 另一方面 TNT2在性能上也没有让人失望 最顶级的TNT2 Ultra 相比打了雷管鸡血的TNT 在Quake中再一次提升了60%多 它的性能甚至比两张孤独2SLi还要强啊 对于NV来说他们也算是突破自我了 第一张高端卡也终于诞生了 而3DFX那边情况却有一些不太乐观 1999年3月几乎在TNT2推出的同时 3DFX也带来了新一代的Voodoo 3 和TNT系列的架构大幅革新不同 Voodoo 3完全就是Voodoo 2的马甲 只是集成了2D显示功能 得益于制程的进步 Voodoo 3的频率翻了整整一倍 性能表现还不错 但在功能上却没有丝毫的改进 这就非常要命了 Voodoo卡一直崇尚一个思想 叫做像素填充率智商 性能比一切的功能都要重要 可是到了1999年 人家竞争对手早就用上32倍色 接口也已经换用全新的AGP4倍速了 这个时候Voodoo 3这个新卡 却还在使用16倍色和AGP2倍接口 标准实在是太落后了 更要命的还在后面 Glide曾经是3DFX引以为傲的独家API 可是随着DirectX的更新完善 人家在功能和效率上已经完全不输给Glide了 更不用说DirectX那是微软的亲儿子 推广起来根本毫不费力 反观Glide这三年以来一直在吃老本 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更新 还要让游戏开发商收取授权费 再加上其他显卡上的崛起 到了1999年游戏开发商已经完全不稀罕Glide了 大量游戏开始转投DirectX和OpenGL 即便支持Glide 也往往提供了多个API给用户选择 独占的游戏几乎已经不存在了 这不管是给Voodoo 3的销量 还是玩家对3DFX崇拜的态度都造成了非常大的打击 从这个时候开始 发烧游已经不认3DFX为王了 如果说上半年TNT2和Voodoo 3的争斗只是吹响了中章的号角 那么下半年这场闹剧终于被推向了高潮 1999年10月 NV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 惊世骇俗的怪物 这个怪物直接结束了所有战斗 这是属于老黄的Mic Drop 这是NV独享的moment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这个怪物它改变了显卡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世界上第一颗GPU GeForce 256 GeForce 256是一款画时代的产品 因为它第一次在显卡中加入了硬件TNL TNL指的是Transform and Lighting 坐标转换和光照计算 它们决定了物体在三维坐标轴里的位置 还有游戏中的光线和阴影效果 这些重要却又复杂的3D计算 以往都是由CPU来完成的 不仅计算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CPU和显卡之间太过频繁的交流 也会造成通信总线的堵车 GeForce 256引入了硬件TNL 将这个负担转移到了显卡上 这样就解放了大量的CPU资源 即便使用比较差的CPU也可以流畅的享受游戏啦 硬件TNL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显卡定位 对于游戏PC来说 显卡再也不只是CPU的帮手了 而是真正成为了游戏电脑最重要最核心的硬件 在此之后市面上所有的显卡都开始转向了硬件TNL 老黄也是因此提出了GPU这个概念 既支持硬件TNL的图形芯片 NV也非常骄傲地把自己分为了GPU的发明者 当然了我们理性来看 其实NV并不是发明了GPU 而是发明了GPU这个词 你说对不对啊 GeForce 256这个所谓的第一还是有点水分的 除了支持硬件TNL之外 GeForce 256也是史上第一款256位的显卡 并因此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性能提升 首发的SDR版本相比TNT2发布只过去了半年时间 却已经提升了60%的性能了 又过了两个月 NV又给GeForce 256升级了显存 带来了GeForce 256 DDR版 DDR显存可是当年的新玩意儿 相比SDR显存高了整整一倍的频率 最终反映到游戏里 DDR版相比SDR版又提升了30%的性能 短短9个月的时间显卡性能直接翻了一倍啊 卧槽 我觉得对于当时的玩家来说 真的是只能用卧槽两个字来形容这种感觉了 太奇妙了 想看看GeForce 256在当年有多给力吗 我给你们跑些游戏就知道了 我们的平台相比上一次也更新了一下 这个是AMD的K7平台 K7是世界上第一款频率突破1GHz的CPU 当年Intel和AMD曾经展开过一场世纪大战 争夺1GHz的主频 当时Intel的奔腾3同框也是非常强悍的CPU 两家实力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针尖对卖盲嘛 但最终还是AMD抢先一步 K7率先达到了1GHz 后来Intel为了赶紧追上AMD碍于面子 只能使出损招通过加压超频的方式 推出了1.13G的奔腾3同框 结果当年的180nm新工艺还不够成熟 加压之后的铜矿各种死机不稳定 Intel只能急急忙忙地照出了1.13G的新CPU 闹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这一批铜矿也获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矿扎》 此乃欲速则不打野 所以当年的AMD活得叫一个春风得意啊 硬盘我们换上了当年非常流行的昆藤火球 昆藤火球是当时发售友的首权 因为这个硬盘的超频性能很强 诶 你没听错 硬盘也有超频这么一说啊 确切说是耐超频性能 当年的CPU超频基本上都是超外频 但一旦超了外频之后 很多其他的硬件也会被搏击 也许CPU可以定做在很高的外频下 但是硬盘内存拓展卡这些其他的硬件可不一定受得了啊 这个时候昆藤火球就因为能够忍受非常高的外频而享誉超频圈 对于我们这一套顶级平台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我们把屏幕也升级成了飞利浦的17寸大屁股 比之前那个三星屁股更加性感一些 是时候请出几位显卡杀手了 今天的年轻人整天没事就什么 我挤了一枪秒了我屌你妈的真就白给是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啊 其实15年前比现在还要好玩 那个时候大家在网吧里一块开黑打CS1.6 连卖都不需要直接就是用吼的 而且我今天这个架势还不够像 应该是光着膀子才对是吧 CS作为一款基于半条命的游戏 它的硬件要求自然是非常低的 对于20年前的GeForce 256而言 简直毫无压力 1024×768的分辨率我们也可以跑到100帧 但是加了boot之后就比较吃CPU了 掉帧还是有点严重的 CS是我小时候玩到的第三款游戏 陪伴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未成年嘛 上海管得也比较严 肯定是去不了网吧的 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好方上玩 但是我的枪法太烂了 天天白给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喜欢玩一个是僵尸服 还有一个是跳跃服 练KZ 虽然说玩不来竞技 但是拳图跑到哪儿 我是跑得比谁都快呀 说到那个时候的游戏 还有一个印象给我很深的 是罪恶都市 你别看这游戏是打砸抢烧 少而不移 当时玩得最多的还就是我们这批小屁孩 上来就是什么PANZ2的Big Bang 把整个罪臣都吐一遍 罪恶都市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了解游戏的剧情 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牛逼啊 玩个游戏跟看电视剧一样的 什么Lancer D.R.F. 我们到今天还记着这些角色 不过罪恶都市对于电脑的要求还真是不太高 作为一款2003年的游戏 咱们4年前的GeForce 256 跑起来依然还是挺流畅的 1024×768的分辨率 哪怕开高特效也能跑到30多帧 对于一个开放世界的游戏来说优化真的很不错 但另一款被阿星收编的大作就没那么幸运了 马克思佩恩 这是第一批支持硬件TNL的游戏 我们在画面选项里就可以直接开启硬件TNL 发挥出GeForce 256强大的实力 不过虽然马克思佩恩比罪恶都市还早了两年 虽然我们小马哥的子弹时间那是帅的一逼 但是GeForce 256跑起来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1024×768的分辨率32位色 特效全开 帧数同样是30多帧 想要体验到最爽的子弹时间就得降低一点特效了 最后我们再来挑战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来玩一个整整五年后的次世代游戏 极品飞车吧 这个就狠了 极品飞车吧作为一款DX9的游戏 画面比起前面那些那是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果然我们的GeForce 256平台开了高特效之后 简直卡成幻灯片了呀 但是我们把特效降低一点 分辨率降低一点之后呢 这个游戏还是可以流畅运行的 要我说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因为同期的其他显卡甚至还不支持硬件TNL 连游戏都进不了呢 GeForce 256是能玩极品飞车吧的最老的显卡了 而它所搭载的NV10系列核心也不光服务于这张高端卡 整整三年之后的MX400 MX440这些新的入门和主流显卡依然是基于GeForce 256改进功力的产物 你看这GeForce 256不仅是当时的卡皇 更是一张战未来的显卡 而且NV征服了游戏市场还不罢休 又基于GeForce 256推出了Krodro专业卡 由于有硬件TNL的加成 Krodro在专业领域同样广受好评积累了大量的专业客户 NV用GeForce 256创造了荣耀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的3DFX在干嘛呢? 在Voodoo 3被TNT2和GeForce 256轮流发生性关系后 3DFX已经完全懵了 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做什么呀 其实3DFX并不是不求上进 他们早在Voodoo 1上市的时候 就已经意识到了未来硬件TNL的重要性 着手开始研发全新的Rampage架构了 原计划Voodoo 3就可以用上革命性的新架构 甚至还能赶在GeForce 256之前引入硬件TNL 而公司新上任的CEO Greg Bollett 对硬件TNL倒没什么兴趣 但对2D功能的整合却情有独钟 之前Voodoo就已经做过几次2D加3D了 都因为兼容性问题表现很糟糕 糟糕到什么程度呢? 我在上期里都已经懒得提这两张卡了 Voodoo Rush和Voodoo Banshee 他们的销量和正宫相比简直都是九牛一毛 很明显3DFX根本就不擅长做两D卡 但是为了满足领导的需求 3DFX的团队只能拆分成两组 一组人用老架构打造2D和3D整合的新卡 另一组人继续研发Rampage新架构 这就导致Rampage项目又缺人又缺钱 进展非常的缓慢 本来是给Voodoo 3用的新架构 现在又得往后拖了 为了赶紧把Voodoo 3造出来 3DFX只能临时顶包 把Banshee的续作改了个名帮成Voodoo 3来卖 这就有了我们前面说的超级马甲 那Voodoo 3都出了 Rampage总该做完了吧? 并没有 这个项目依然迟迟不见成果 所以现在3DFX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 如果他们从现在开始倾尽全力打造Rampage 那么公司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不了新产品 很可能等不到Rampage问世 3DFX的钱就已经被烧光了 于是他们决定最后赌一把 再造一个新架构 这就有了显卡史上最悲壮的产品 Voodoo 5 Voodoo 5基于3DFX新开发的VSA100芯片 这个芯片的思路和Rampage和之前的Voodoo都不一样 因为3DFX有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 他们打算通过多颗芯片并联赶上竞争对手的性能 我手里这款就是Voodoo 5 5500 它就使用了两颗VSA100芯片 而低端的Voodoo 4就只使用了一颗芯片 VSA100的设计宗旨就是可以随意增加芯片数量 从而控制出低中高端的产品 最高可以扩展到32颗芯片并联 这种模块化的设计前无古人相当的有想法 Voodoo 5在设计阶段也表现出了不错的性能 似乎3DFX又有希望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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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方案只是看起来很美好 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到成本 如果只用一颗芯片那么性能就会很糟糕 同价位没有竞争力 如果使用多颗芯片那么性能虽然上去了 但是PCB就会做得很长很长 供电就会很复杂 制造成本就会非常高 比如咱们这个Voodoo 5500 你看它的长度 是不是都快赶上今天的显卡了呢? 而且还要求外接4PIN供电线 在那个年代 这是当之无愧的电老虎啊 比高成本更要命的是VSA100仍然不支持硬件TML 这注定只是一个过渡产品 可比不支持硬件TML还要要命的是 就连这样一个过渡产品也延期了 我的妈呀 3DFX就没有一件事情是能做好的吗? 等到Voodoo 5正式推出的时候都已经2000年6月了 隔壁GF256都已经后继有人了 这张卡根本打不过市面上的竞品了 到这个时候了 3DFX还想着拼死一搏 做出了史上最暴力的显卡 Voodoo 5 6000 搭载了4颗VSA100核心 Voodoo 5 6000的规模之大 比起当年的其他显卡 真的是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了 它的供电甚至需要一个外接专用电源 可惜这个超级大核弹最终还没来得及上市 但是3DFX就关门大吉了 等等 这个时候3DFX还没死透 因为微软突然跳出来说他们要开发一款 叫做Xbox的游戏机 房间就有传闻说 微软会采用GIGAPIXEL开发的图形芯片 这3DFX的老大也是疾疯了 直接就豪赌了一把 花了1.8亿美元买下了GIGAPIXEL 希望通过Xbox来给3DFX续命 结果微软最后并没有选择GIGAPIXEL 而是找上了对手英伟达 这下3DFX真的彻底玩脱了 2000年12月25日 英伟达以7000万美元外加100万股股票 总计1.1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了3DFX的资产和专利 一代显卡巨头就这样陨落了 至于从Voodoo 1的时候就开始研发的Rampage架构 直到公司倒闭了也没能上市 只有少数工程样品在发烧友之间留存 据说按照正常的进度 3DFX会在2001年推出Rampage 性能相比Voodoo 3可以提升10倍以上 如果当年3DFX犯的这么多错理 能有任何一件事情做对了 也许今天的显卡市场就是三强争霸了 你看一家公司的失败有可能是因为经营不善 也有可能是因为战略失误 但还有可能是因为倒了8倍子的霉 90年代末这场显卡大战真是太精彩太有趣了 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和英伟达的淫威之下 大多数的竞争对手要么倒闭了 要么就退出了游戏市场 最终陪伴英伟达走下去的只剩一家公司了 这又是另一段佳话了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20年前的PC传奇故事我们今天终于讲完了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聊红绿争霸的故事 其实我硬件都已经准备好了 这段故事同样也很精彩 相信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素质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极客湾和淘宝店极客湾数码港 以及极客湾的打折服务 去以下商家买东西 报极客湾就给优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